HELLO 大家好 我是CHU 我們現在先趕去一個地方 我在跟大家講我今天要幹什麼 等一下呢 我要去租一個狗狗樓 我從來沒有騎過狗狗樓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好奇 然後剛好發現有一個APP可以騎狗狗樓 其實今天也蠻蠢的齁 自己騎自己的機車然後去找狗狗樓騎 真的是有點怪 應該到了吧 找到了 這台就是我今天要騎的狗狗了 我們找個位置先停齁 其實我今天下載的這個APP叫做 GoShare 反正我也不是幫他工商啊 就是單純我很想騎狗狗樓看看 因為沒騎過啦 它是電動車嘛 所以就是很好奇 如果你沒有機車的話 你下載這個APP 它其實有很多台狗狗樓可以騎 但是呢 因為我今天特別挑這一台是狗狗樓2 那還有另外一種比較多的是狗狗樓Viva吧 那我剛剛驗證這個APP呢 我就用我的身分證 然後還有我的機車架照 然後加我的頭像 十分鐘前才註冊 然後馬上就可以騎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要騎的這個狗狗樓2 哇 沒騎過耶 就要直接騎狗狗樓2喔 然後聽說是在桃園興起啦 然後台北下也有 欸 沒想到它買大台的耶 真的超大台的啦 然後我們就點開始騎乘 那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它什麼配置好了 哇 這樓桶感覺有點重 方向燈這邊 唉唷 好酷喔 這什麼三角形啊 很像車子的那種雙黃燈 然後往下這邊應該是開車廂吧 喔 車廂打開了 那這邊有負責安全帽 而且還兩頂耶 好貼心喔 然後這邊有電池 那我們先坐上去了齁 使用教學 打開車廂 戴上安全帽 同時愛煞車的儀表擺上面的夠 就可以出發 把這種路弄掉以後 側柱收起來 就是可以移動這個狀態呢 我們就可以愛煞車的夠就可以出發了 然後在出發之前呢 就是把你的後照機都調好齁 咱們去兜風喔齁 哇 好帥喔 哇 這感覺好特別好特別 哇 有沒有一個速度感 有個 的聲音 哇 我聽到風聲了 OK 煞車也算OK 不會不好煞 算好煞 而且這台車算穩的 一開始第一次騎可能會覺得 欸 好不一樣的感覺喔 就是跟我們那種引擎車差很多 接下來那個APP呢 因為我是第一次用 我是首次用 所以呢 它好像有30分鐘免費我騎 非常棒耶 因為我最近呢 也會拍那個機車日常啊 所以就是 自己也很好奇 騎夠夠肉的感覺 反正我現在呢就是 很不自在你知道嗎 就是你看紅燈 然後我的 車子完全沒任何動靜 因為通常我們是引擎車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會 還是會震動 但是它就是停住 我就感覺這個車就是沒動力 會有點不安全感啦 但是 騎久了應該就會習慣 欸 好騎耶 不知道拿這台去考駕照 會不會OK 哇 好帥喔 我覺得我好像那個高科技的人物喔 前幾天呢 我才在這邊列開車 上次去墾丁啊 然後就是那邊風超大 幾乎每個人去墾丁外都開車 然後我就騎車 然後我還被密封遮到 那個時候就開始覺得說 開車好像蠻重要的 快點快點看能騎多快 等一下還是要小心 雖然說想測驗它的速度 欸 它在煞車真的還不錯 哇這好棒喔 給你們看一下台北市 那邊是內湖 我這樣騎好多人家買一台狗狗龍耶 騎起來感覺好酷喔 當然至於如果你像我今天又租的話 如果電池沒電的話 你也可以自行的把這台車換電池 在那個app上面也其實看得到在哪裡啦 喔好可惜喔 為什麼這個go share不找我工商呢 如果找我工商 我會解釋的更好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騎了15分鐘了 然後我們去找一下換電池 我想換換看 按你的銅像 然後這邊有個電池交換站 好我們出發 哇剛剛我巴了一聲你們有聽到嗎 巴的那個聲音也蠻響亮的 我跟你們講我在出門要騎狗狗龍之前 我有稍微查一下價位 但是我不確定我查的價位是不是正確的 反正就是這個狗狗龍2嘛 如果有還那種補助大概5萬左右吧 但是還是比現在的車便宜啦 所以我真的覺得買機車還不如買狗狗龍 可是重點是狗狗龍的電池是需要越煮費的 就很像那種手機的越煮費 所以要長騎車的比較划算 如果你不長騎車啊 其實有點賣猴啦我覺得 下次宣小考機車駕照 我會讓他租這台車去考 因為其實我的車已經很老舊了 上面橋上的風那麼的大 還是非常的穩喔 所以呢如果說各位啦 就是沒有那個錢買機車的話 想要騎到車 其實我覺得你們可以下載那個勾穴 我覺得好像蠻方便 像我有時候下雨我就不會騎車 然後就會搭車到我的目的地 然後突然雨停了 我就可以直接在那個目的地 然後學會租一台車騎回家 停你家附近就好 欸他怎麼沒發動了 他怎麼自己吸了 那藥血是怎樣啦 嚇死我了 欸剛剛是怎樣 我剛剛在跟大家聊天 他自己停掉了 很危險耶 我剛剛沒注意到 他怎麼自己停掉了 騎狗狗龍的人 有發到這樣的事情嗎 好把車停在這邊了以後呢 喔對我們如果臨時停的話 你要用你自己的APP 他可以把車子鎖起來像這樣 哎呦他現在自己鎖起來了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電池拿出來 喔好重喔怎麼那麼重 我放一顆進去 起置入力一個電池 要兩顆一起放 我的兩顆電池放進去 進去吧你們 喔這邊這邊他自己突出來 好啦 喔啊 我剛剛差點手斷掉 喔耶 成功 那最後呢我想說 補充幾句給大家知道 了解一下好了 他目前的範圍呢 應該是只有台北市啦 那如果你騎到超過那個範圍的話 我也不知道會怎麼樣 或許你們想要看我試的話 歡迎留言啊 騎出範圍會怎麼樣 他其實有寫 我沒有仔細去看裡面的內容 你們想要看我拍的話 也歡迎就是幫我按個讚啦 然後或留言跟我講 想看我去拍 那我就會再租一次 然後騎出那個範圍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他的價錢怎麼算呢 六分鐘 25塊吧 然後之後的每一分鐘 好像零點幾還是怎麼樣的 忘記了啦 你們自己上去看 今天拍到這邊 現在風應該蠻大的 886 OK 停好喔 喔這個好難力喔 這個車有點難力耶 好重喔 來這邊齁 結束騎乘 然後我們就按還車 然後我剛剛是30分鐘不用錢嘛 然後花了25塊 28塊錢 然後我騎了大概 41分鐘